8月26号任大哥在京东上的新日电动自行车旗舰店下单 花1399元买了一辆折叠款 说是高配版十重减震 我看新日也是个品牌嘛 他说十重减震嘛 我就看着那个十重减震 我就看着这个图买了 假的小舒适一点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说以后折叠了 我放着我车后备箱我还可以拿回家 任大哥说拿到车后就骑了几回 感觉十重减震并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效果 实际起下来感觉不怎么样 起起来感觉怎么样这个减震效果 你后轮上面都没有减震 那个减震效果肯定达不到啊 人家宣传的十重减震嘛 至少后轮上面它还有两个减震嘛 这个没有 这个它也算减震 这个坐定也算减震 对 这个螺丝它居然也给我算减震 这是他们客服告诉我的 在我的认识里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想了 该怎么去说这个问题了 网店客服给任大哥发过一张十重减震的分布图 现场它一一指给记者看 我们一一对应一下 一就是前面轮胎 前轮胎也算减震 这两个是液压减震 二三四连杆螺丝 它也说是减震 这五嘛这是一个液压减震 六 前座椅前面一颗螺丝 它也说是减震 这后面有两根弹簧 也算减震 这七八九 后座垫它也说是减震 这个后轮它也说是减震 任大哥说这所谓的十重减震里 它有五重是不认可的 两个轮胎 第四个 第六个 第九个 第十个 这个在工业当中算减震嘛 任大哥告诉记者 按照分布图来看 第一重和第十重减震是车子的前后轮 第四重减震应该是连接座椅跟车架液压减震系统里的一颗连杆螺丝 第六重减震应该是座椅下面的一颗螺丝 第九重减震是车子后座的坐垫 一个连杆螺丝你给我解释为点减震 这个你让我真的不可思议啊 那本来就有的 它就算有减震效果 它是橡胶的嘛 它有弹力嘛 也算也有一点减震效果嘛 但是你不应该考量在里面了 第一次是打电话给我说什么99 给你优惠99 第二次它还给我的200 还有一个就是你退货补运费 给我的感觉是电大气扇 反正给你的方案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反正就这两个方案 任大哥说 他的意思是车毕竟骑过了不好退 可以将就着用 只是希望店家退个几百块钱 这时候 新日电动自行车旗舰店的客服打来了电话 2009种500块钱肯定是做不到的 你看一下 如果说你车子留下来 然后这边就给您退个220块钱 然后就这个样子吧 十重减震 你们还是你们那个图片上标的那十重减震是吧 我现在不跟您纠结那个问题 我现在就是说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为主 记者接过电话表示想了解车子十重减震的问题 客服表示不方便回应 如果说您涉及到这个的话 就需要我们这边一个专门的一个人去跟您对接了 你留个电话给我吧 记者上京东搜索 新日电动车有自己的官方旗舰店 正照信息登记是无锡新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任大哥下单的那家新日电动自行车京东旗舰店登记的是深圳市九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仔细看了看宣传图片上面写的是十重液压减震 页面下方还有一张产品对比图 任大哥买的那款高配版写的是十重减震 少了液压两个字 对比图的下方还有三行小字 产品参数均来自新日实验室人工测试尺寸测量 在特定环境下测试 数据有些差异 具体以实际收到实物为准 任大哥说前轮有两个液压减震 座椅跟车架连接处也有一个 数量上并没有达到十重液压减震 他咨询过律师 也拨打了深圳12345政务服务便明热线 对方已经受力 截稿前新日电动自行车京东旗舰店方面 没有回复记者 1818黄金眼记者嘉兴报道